其实学会魔方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是其实的话也不是很困难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方法就可以 这个魔方是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在我空闲的时候呢 可以存出时间来就练习魔方 同时也通过魔方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从2009年4月份开始接触魔方的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在念高一 在课间的时候呢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男生他在玩魔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他就复原了这个魔方 当时我就觉得他非常的神奇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还原这个魔方 然后下课之后呢我自己就去买了一个魔方 也开始来破解他 但是发现并没有这么容易 回家之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 看了一些视频的教育 花了一段时间也是自己把这个魔方给复原了 当时的话也是非常的兴奋 自从复原之后我对他就是越来越痴迷 然后自己也不断地练习 然后学习一些新的解法 慢慢地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魔方 除了这些普通的魔方的话呢我自己还买了其他的很多种魔方 自己进行学习然后开始练习 然后就慢慢地和魔方成为了一个好伙伴嘛 到现在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了 家人的话一开始也是有一定的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还是学业比较重要 在高三的阶段的话 我自己也就是能够把控好时间 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玩过魔方 没有练习过魔方 到了大学阶段的话呢 时间相对于充裕一些了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练习魔方 至于怎么坚持下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首先要基于自己很大的一个兴趣 然后呢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 然后在家里不断地进行练习 就是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成绩 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最快几乎是五秒钟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最快成绩是六点八秒 完成一个三阶段的话 其实这个方法都是通用的 大家都用了同样的方法 然后速度快与慢就取决于你的一个练习 然后你的一个观察 一个手速取决于很多方面吧 方法大家都是大同小的 那么我这里有一个二届魔方 首先请你帮忙来打乱一下 好的谢谢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魔方是打乱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呢我想请你对这个魔方吹一口气 然后呢我会往天上降一扔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来 好 好 我觉得全国范围内越来越火热 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有更多的朋友能来了解到学习魔方 我是感玩玩同 魔方达人王英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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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